既然人家已经确定关系了 我回去也考虑了一下 要不你把你工作辞掉吧 去我爸公司 一个月给你五万 外加年终奖 对他怎么样 妈 这样不太好吗 我现在工资虽然低点 但是我也觉得挺好的 人才 你的意思我理解 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 非常有能力的男人 就是缺少机会 要不你先尝试一下 你要不喜欢的话 咱再说 行吧 那好 对了 等会你陪我去看到房子 看房子 对啊 我那套房子就当咱俩的婚房 再买一套的 给你爸妈住 这样离得近点的话 也方便以后咱照顾他们呀 要不然我先回去 给他们商量一下 不用商量了 这是听我的 哎呀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 我怕他们接受不了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你还是说这些干什么呀 还有我要纠正你一点 这不能算是礼物 以后我就是你老婆了 那你爸妈 居然就是我的爸妈 这是我和你的一点 小心 懂了吧 走了 走了 夜宙很温柔 一个人慢慢走 这是非常的干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